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的记者跟我在相处一年都没有看我穿的西装吗 好 谢谢各位新闻界好朋友 今天大家都很忙碌 我们洪副市长还有各位新闻界的好朋友感谢大家 今天的就职从一开始整个的安排登船 然后到了讲台各方面都很顺畅 然后也感谢这个前市府团队整个的交接过程都很平顺 然后一切都非常的好 然后新任局处长大家也都感觉会努力以赴 所以整个感觉非常的好 那也很感谢各位新闻界跟各地热情的朋友 热情的朋友不管来自海内外 今天都群集高雄 从昨天晚上一直热闹到今天早上 大家都看到这么感动 非常感动 那很谢谢大家 也要谢谢各位新闻界好朋友 也要感谢海内外 关心我们高雄市的各位热心的朋友 非常感谢大家 如果各位有什么好回问题 请提问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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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 needs new leadership for the future 你稍微等一下 wait a minute 你再想清楚再问 有没有第二位记者 好吧 慢一点 take it easy ok it makes me nervous slowly and clearly ok slowly and clearly ok 市长好 我是旧金山湾区新岛中文电台 新岛如报电台记者 我姓汤汤林 可不可以请教一下 因为我在选前就已经跟市长一个月了 那这段时间我看到很多的 就是市长提出了很多你的想法 你的做法 包括爱情产业等等 包括前几天又推出了这个所谓的马场 但是呢我们发现就是 市长是不是您想的太 提了太多的想法 但是具体的要怎么做 哪些是可行的 您的步骤 一个step 一个step 是什么 您最短期的 近期的计划 上任之后 首先想做的是什么 可不可以请您 比较有层次的这种说明一下 谢谢 谢谢 好多朋友跟幕僚都劝我 少讲 多做 这是一个个人的个性 还有有的时候一个习惯的问题 还有一个思考的问题 其实我非常非常的着急 昨天媒体采访我 为什么一天到晚 天马行空啊 胡思乱想啊 想什么就说什么啊等等 跟除了习惯之外 还有一个着急 对高雄市的未来 非常非常着急 而且我直接就 坡白的讲 很多民选的县市长啊 很多兴趣 最大的兴趣在土地 就是在土地 可是我偏偏一点兴趣都没有 我的兴趣在怎么样发展高雄 怎么每天去想如何赚钱 赚钱赚钱 所以如果大家觉得 对我这种时常抛议题 觉得不太适应的话 请慢慢大家 从更宽的角度来思考 为什么每天都在抛这些点子 因为无时无刻不再思考 高雄面临到这么严重的负债 三千亿的负债 如何发展高雄的建设 跟突破高雄的产业 一些经济困境等等 第一个我要回答 因为每天都在想 第二 这些所有所提出来的 其实高雄市都不准备花钱 不准备花钱 不管你讲的什么 爱情产业链 或者包括将来真的 塞马等等 唯一要花的可能 明年开始的中英文双语教育 会开始花一点点 其他这些很多都可以采取一些方 BOT 一起参股这种方式 市政府在没有钱 还要能够大力建设 还要赚钱 还要还债 这是多重的挑战 我当时市长 我相信我们的团队 都会面临到这个问题 而且我们也勇敢的面对它 必须要解决 一面建设 一面还钱 一面培养我们的下一代 这是跟你报告 第三 什么时候开始做呢 其实已经没有什么第一件 跟第二件 我们的建在就职之前就开始设 上个礼拜就往新加坡了 三天前往马来西亚 这两天也在接触 相关的投资的跟销售的 我们没有固定能做的都在做 都在做 所以蛋白区 荷包蛋的蛋白区 我们都要赶快卖 蛋黄区 我们要把人潮吸进来 只要有利于这个发展 我们都要去做 但是当市长脑袋很清楚 即使东西卖出去 人静得来 高雄还是不够的 我们一定要在产业上加大力度 这只能图一个温饱而已 这点我思路也非常清楚 未来石化 钢铁 金属 还有重要高科技的IT等等 但是这些才能让高雄确保 未来能够有满汉全席 岛于大众 现在我们先赶快把这些庶民经济做好 所以这里必须要有一套发展策略 一斌给你报告 谢谢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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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 周梁杨茜茜? 我说中国大陆 關西現在不穩定 周邊國家的領導力 現在也不可有策 台灣現在需要 慢慢來 你中文講得很好 慢慢來 就是說現在周邊國家關係都不穩定 我們台灣怎麼辦 我們不是整個台灣 我現在最關切是高雄 高雄最重要 但是我知道 我認為我喜歡經濟 我不想講太多關於政治 請問我解釋 對不起 經濟是第一次 而只有經濟 高雄 在接下來四年 這就是我的政策 跟你講話 我也流汗 你也流汗 我們兩個也流汗 我也很緊張 哈哈哈哈 市長好 我是三立 畢竟我問 那我們其實要問的是 剛剛市長有講說 我們現在就是要不斷的省錢還債 但是因為這次的就職的典禮非常規模盛大 那也有傳出是動用了一些序別費 或是預備金 然後花了三百萬 那這件事情是不是可以請市長 我們完全不知道 我們交接小組知道這麼多嗎 交接小組先解釋妳的那一部分 對 妳先來解釋交接小組 我們現在來的只有九十八萬元 是市府在硬體上必須要承接使用的 那麼因為他們說預算不夠 所以其他的費用其實遠超過於這個數字 都是由市長這邊來自己掏藥包支付的 所以至於有爆料提出來的其他的費用 完全沒有聽過這樣的數字 也不知道從哪裡來的 市長本身對於這樣的一個爆料 妳看法是什麼 因為這是第一次 我們這樣的戶外來辦 可以說是高雄這麼幾十年來 也都沒有辦交接了 而且我們辦到戶外 就是希望推銷高雄 就是希望行銷高雄 讓高雄全世界看得到 所以我們才會想怎麼樣 一直不停地行銷高雄 所以交接小組幕僚我們就討論 那如果在愛河旁邊辦交接典禮的話 透過各方面的傳播 大家會了解愛河可以進一步認識高雄 我們剛開始設計就是如此 我們根本就沒有想要走一條奢華之風 那你現在市政府編了九八萬 OK編了我們知道了 不夠就自己願意掏腰包 這都是很單純的 那你後面再什麼錢什麼錢 我們搞不清楚 搞不清楚 那各位可以看得到 就像我們現在所在的這家飯店 國賓 未來三個月客房都全滿了 看看昨天晚上這麼多人潮 就跟我們思考的一模一樣 希望能行銷高雄 推廣高雄 以及推廣愛河 我覺得從這方面來看 這個就職典禮還是有它具體 有它具體的貢獻 好不好 工廠十八 田哥 田哥 市長好 您剛剛有提到說 包括石化在內 事實上才是高雄的產業 經濟的發展 那就是一方 那也才能夠讓大家的公司 安全 那就我所知道 譬如說我會跟 包括台塑在內的實況面 會有一些座談 那我想請教的就是說 有關於目前大設石化廠 那也可不可以希望說 不要從特種工業區 直接降到旅種工業區 而是維持在假種工業區 讓他們可以繼續生產 那請教市長 您的那個石化產品的政策 到底是什麼 這個今天就職之後 我們再慢慢討論 因為這些政策的問題 產業的問題 現在不是 因為今天是就職典禮 我們就一般性的來講 好不好 到某一個產業的時候 我們再專門討論 好不好 好 我倒是早時間再回答 好不好 請問請問請問哪個問題 可能要過去跟貴賓講話 來 市長好 我是年多人的 鄉淳 鄉淳 就是現在目前高雄 看起來是生機惑惑 不過有外界有聲音說 認為這是一個進駐行情 所以這波熱潮還是會下退 你未來會怎麼樣去延續這波熱潮 對 你的問題講到非常重要 這會是曬花一現 逐步退潮 還是趁這個市就直接跳躍起來 這是未來高雄的非常大的一個關鍵 我自己也很警惕 所以再三拜託高雄市所有各行各業 我們一定要重視品質 一定要重視服務 一定要重視創新 因為如果熱潮一退 全部恢復原來的那樣子景氣冷收收的 那就是高雄的順勢 所以我這個警惕感是很窄 也是很擔心的 希望能夠繼續維持 除了市政府會努力之外 也希望所有市民朋友能配合 讓每一個來高雄的 都能享受到比較細膩 比較貼心的各種服務 我覺得這個是要大家一起來努力的 好 市長 這邊中間的一句話 想跟妳請教 因為剛剛先問一個比較輕鬆的 那妳致辭的時候這個有英文嘛 那所謂老師其實有點嚇一跳 突然認出 這個英文的講稿是有避寫的嗎 再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等會是不是也要跟一些企業家 或者說衛冥 有沒有什麼值得我們可以期待 稍微透露一些細菌 沒有 這個英文是 我跟我女兒一起討論 一起討論講完 口述完 因為她們的英文比我好 她知道我的想法 幫我論啊 幫我修改 我女兒的英文比我好很多啊 不好意思 我要誠實的報告 不是我一個人寫的 然後 但是她知道我的想法 為什麼要講英文這個 不是在那邊發眾驅從 是代表高雄未來 一定要走中英文雙語交易 一定要走向未來 海洋跟國際化 這代表一個覺醒 所以今天特別有一部分 是用英文表述 好不好 謝謝 市長不好意思 企業家 是等一下我們談了 交換看有沒有什麼 這是代表一個 招商飲食 我覺得他們的安排 是希望代表市政府未來很重視 招商飲食的企業界 市長 上次是有專訪說 有提到說 兩岸政策要中央跟著地方 那還有那個新委 到底是不是確定要停工 新委要一起確定停工 然後中央跟著地方 我是講的是經濟 可能被曲解了 中央政府掌握軍事外交國防 我一個字 我們不能說話啊 但是在經濟這塊 人民要過好日子的時候 當高雄市民傳遞這樣的訊息 希望中央能重視 希望中央能重視 高雄市市民如果要過好日子 而接觸到 碰觸到 有一些兩岸的問題 希望中央能夠尊重地方 是這個意思 我並沒有要取代中央的軍事外交國防 好不好 好 那就這樣子 謝謝大家 我們慢慢來啊 我們好多事情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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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